我们看枪击案之后 川普除了发表这个声明之外 其他很多民主党人都发表了声明 那么对枪击案谴责 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但是重点是要批评 现在的政府或者在国会里边的共和党人不作为 所以导致了美国枪击案不断的发生 总之一句话 所有枪击案的发生 都是因为共和党跟川普造成的 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枪击案发生之后 奥巴马同样发表了他的声明 声明除了谴责川普 谴责白人至上主义等等这些套话之外 而更重要的奥巴马说 很多人告诉我们说 严厉的献枪法案不能够减少枪击案 其实我们能够证明 用严厉的控枪法案 可以在美国减少枪击案 只不过现在的政府 跟现在的国会共和党人不作为而已 奥巴马先生明确指出了 对现在的政府 以及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批评 我们来看看奥巴马执政八年 在美国有发生过枪击案吗 答案是当然有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在康州发生的桑蒂胡克小学的枪击案 在那起枪击案当中 二十几位小学生遇害 那么枪击案发生之后 大家还记得奥巴马在镜头面前 是怎么表演的吗 奥巴马在镜头面前 足足停顿了二十秒 让他的眼泪流下来 让公众看到美国总统 为枪击案流下了眼泪 流完眼泪之后 奥巴马先生做了什么呢 奥巴马执政八年 在这八年当中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美国国会是由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 也就是说奥巴马是全面掌权 全面掌权的奥巴马 面对在康州发生的 针对小学的枪击案 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 他还流下了眼泪 奥巴马做了什么呢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有通过严格的控枪法案吗 修杰在节目里面 曾经跟大家回顾过 在美国历史上 发生的很多重大枪击案 基本上有两大原因 一大原因是仇恨犯罪 很多仇恨犯罪 甚至原因都不知道什么 比如说在拉斯维加斯 发生的枪击案 是美国目前历史上 造成枪击案死亡人数 最多的一起 到目前为止 警察只知道 那个枪手 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 但是为什么充满了仇恨 警察并不知道 所以这一类是仇恨犯罪 包括德州最新发生的 这起枪击案 另外一种 就是由严重的心理缺陷 或者严重精神病人 所发动的枪击案 比如说康州小学枪击案 就是有一位 严重心理缺陷的 年轻人所发动的 这位年轻人发动的枪击案 可以说令人十分叹息 首先他是一个 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 那么他的母亲 也十分清楚知道 他有这个病 但是他的母亲 从小就教他 如何打枪 如何用枪来保护自己 最终这位枪手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 不断拿枪把他的母亲杀害了 还跑到一个小学 发动这起枪击案 这就是我们看到 今天在美国 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美国是一个拥枪的社会 如果今天我们说 要在美国禁枪 基本上不可能 为什么是要修改宪法 修改宪法在美国有多困难 我想不用休息讲 大家生活在美国时间久了 都应该知道 并且如果真是修改宪法的话 哪怕我们从今天启动 修改宪法 十年之后 能不能通过这个修改宪法 还是一个疑问 那么十年当中 又有多少枪击案要发生呢 所以要制止在美国今后 再频繁的发生枪击案 两个办法 一个是消除种族仇恨 这个工程太大了 美国建国以来 一直存在的种族歧视 到今天种族歧视 依然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那么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要让这些 有严重心理疾病的 有精神病的人 拿不到枪 这条在美国能做到吗 在修杰个人看来 是能做到的 很简单 所有的精神病的诊所 所有的精神病的医师 接待了病人之后 要把这些材料 跟联邦执法部门 有一个沟通 联邦执法部门 可以根据这些人的背景 限制这一类人 能够买到枪 那么最起码 我们就能够减少 由这种精神病人 所发动的偶然性的枪击案 但是这个在美国很难做到 为什么呢 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 我们知道在美国 很多政治人物 把保护个人隐私 看得比天还大 那么这是人权的表现 所以在掌握精神病人的背景 控制他们买枪 以及保护隐私之间 就有这个矛盾 这个矛盾在美国国会 一向解决不了 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 限制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 获得枪支 我们就没有办法 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这类枪击案的发生 所以问题就来了 枪击案不断的发生 在枪击案发生过程当中 很大一部分枪击案的原因 是由精神病人造成的 我们要不要控制 这部分人的拥枪权呢 在德州枪击案发生之后 川普除了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种族主义之外 还有做其他事情吗 有 川普还建议 美国国会必须要立法 立法什么呢 就是要限制 有精神病 或者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 拥有武器 川普的呼吁发出之后 美国国会参议员 格里汉马上响应 格里汉告诉媒体说 他正在跟另外一位 民主党的参议员 准备提出一个 跨党派的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的题目 就叫红旗法案 什么叫红旗法案 就是要限制那些 有精神病 或者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 拥有武器 怎么限制 就是要精神病的诊所 跟联邦执法部门密切沟通 沟通之后 这些材料会在联邦执法部门留底 那么这些人 如果一旦申请买枪的话 就会被拦下来 今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州 如果你要在正规的渠道买枪的话 都要经过背景调查 只不过背景调查 有宽松有严谨 比如说在加州就非常严谨 那么如果能够让 有心理障碍或者有精神病的人 没有得到武器的话 修杰哥人相信 未来美国最起码在一定程度上 把这一类的枪击案会大大减少了 格里汉告诉媒体 在国会参议院里边 民主党跟共和党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并且格里汉跟川普已经沟通了 川普对这个红旗法案表达了支持 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在国会看到 这个红旗法案在参众两院都能通过 不能够完全让美国的枪击案消失 最起码在很大程度上 能让这些由精神病人所发动的枪击案 大大减少 但是这种做法 民主党依然不满意 民主党还是提出一个非常空泛的口号 严格控枪严格控枪 严格控枪有很多种做法 到底哪种做法更有效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有个政治人物 能够提出具体可以实施的方案出来 当然有人说在美国进枪就好了 刚才我们讲 在美国进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修改宪法 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通过 但是即使我们走这条路 即使美国进枪了 美国真就能够避免所有的枪击案发生吗 其实在德州以及俄亥和州 发生枪击案的同时 在美国的芝加哥连续发生了七起枪击案 讲到芝加哥 修杰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讲过 芝加哥是全美国陷枪 陷的最严的一个城市 但是恰恰这个城市的枪击案死亡率 也是全美国最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合法的人买不到枪 不代表非法的人买不到枪 有一些非法的渠道 能够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轻易的得到枪 所以如果在美国进枪的话 我们能不能保证 墨西哥不会走私枪械进来 让犯罪分子拿在手中继续行恶呢 我们能不能保证一些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 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呢 在我们加州曾经几年前发生过恐怖袭击 大家还记得那两位枪手吗 一男一女两夫妇 他们的枪是从合法渠道买来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如果在合法的渠道上把枪进了 就能够解决美国所发生的枪击案 这只是一个假设 并不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实 其实在德州枪击案发生之前 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可以告诉我们在美国 怎么样避免枪击案的发生 在德州枪击案发生前一个月 有一位青年打电话给他的祖母 说他准备买一把AK-47 然后到医院里面发动枪击案 打死所有的人之后 然后自杀 他祖母听到他孙子这个电话之后 马上开车 把他的孙子送到了精神病院 果然他的孙子进去之后 就被医院留了下来 那么这里特别要提的是 这位年轻人是一位非洲裔的青年 我们看正是因为负责任的祖母 避免了这些枪击案的发生 并且把一个心里有问题的人 送到了精神病院 这个祖母把这个年轻人 送到精神病院之后 同时把这个事情通报给警察 让这个警察掌握了 这个有严重心理障碍的 年轻人的基本的状况 未来这个年轻人从医院出来之后 修杰个人相信 警察也会对他有特别的监视 那么并且他也不可能 从正常渠道买到枪 从这个案例我们看到 一个负责任的祖母 就可以让一起严重的枪击案避免了 一位这个年轻人 大家不要忘记 他准备拿枪到医院去发动枪击案 医院里边的人潮是多少 医院里边的人有多少抵抗能力 大家是可以想象的 今天我们在美国社会 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 美国是个拥枪的社会 我们不可能在短时期 把枪全部禁掉 那么但是如果枪落到了 非法分子的手里边 或者落到了一些 心里有障碍的人手里边 在美国随时会发送这种枪击案 现在美国国会的民主党 跟共和党人正在进行努力 那么我们来看看 红旗法案能不能在国会顺利通过 如果红旗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了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国会里边的民主党 或者共和党的议员 确实为解决美国的枪击案的问题 做出了他们的努力 那么这个努力如果有成效了 下一步再做什么 可以由社会来讨论 但是枪击案发生之后 靠贴标签靠谩骂 是解决不了美国的社会问题的 枪击案令到社会陷入了恐慌 其实我们生活在加州 还有另外一个恐慌 在七月份 我们加州频繁发生了地震 所以现在很多民众 对加州会不会发生更大的地震 会不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有很多讨论 特别是那部电影 加州地震 在大家的心目中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加州到底会不会发生大地震 发生大地震要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地震学的专家 来跟大家聊聊加州会不会在短期内 再发生大地震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见